Hello大家好,我是宽爱兹老高 咱们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最近在国外特别火的灵异事件 有一个人他叫亚当·艾利斯 他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 发推特说他最近一直被灵异事件所困扰 他说他住的屋子里面会出现一个死掉的小孩的灵魂 他第一次看到这个小孩的灵魂是在他睡觉的时候 当时处于这个叫鬼压床的这么个状态 他就看到有一个小孩坐在他床前面一个绿色的椅子上看着他 他觉得非常的害怕 因为这个小孩头很大 而且有一边头啊凹陷下去 不不,头很大你就笑 然后他就把这个梦里看到的小孩画下来了 然后过了几天啊 他又做了另一个奇怪的梦 他梦见自己在一个图书馆里面 这个图书馆里啊有个小女孩走过来跟他说 说你已经见过第二代位了吧 他说谁 那个小女孩说你肯定见过他了 他已经死了 他每天晚上半夜的时候会出现 嗯 他说你最多呢只能问他两个问题 不要问他第三个问题 我为什么要问他问题啊 如果你问了他第三个问题 他就会杀死你 他又梦见这个代位 然后这个代位仍然是坐在他床前面那个绿色椅子上 然后他就很害怕 他就说 第一代位 你怎么死的 然后这个小孩突然说话 他说 我在店里发生意外死了 然后他就马上问说发生什么意外 他说 有人把货架推倒砸中了他的头 他说 他说谁把货架推倒 已经三个问题了 没错 当他说到这的时候 他突然意识到 他问了第三个问题 然后那个小孩就不说话了 他越想越紧张越想一想 就突然就又从梦中惊醒了 然后接下来几天啊 他就在网上不断地搜索了 有没有哪个店发生什么事故啊 然后有小孩叫David 结果一无所获 他住的那个房子上下两层楼 他住在一楼 二楼原来有人住 后来这个人搬走了 他就搬到楼上去 他也想 一旦是这个房子不干净的 是不是 他搬个家的话 搬远一点好不好 果不然搬上去之后啊 就马上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 没怎么做噩梦了 这过去了一个月了 他几乎都把这个David给忘记了 但是呢 突然有一天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他家养了两只猫 就是一到半夜的时候啊 两个猫都到他的那个门前面 去扒那个门 好像门对面有什么东西似的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好几天 应该不恐怖吧 恐怖的应该跑啊 对啊 李琪 李琪看着门在叫 李琪怎么也看着门在叫 不要叫 李琪 他就很害怕 因为那个猫表现出了好像门后面有什么东西 于是啊 他就通过这个猫眼啊 往外看了一眼 哈哈 李琪看不要紧 他看有个东西动了 嗯 当时他也觉得可能没什么 他就马上不打开门 点开了外边的灯 哇 他的灯好大啊 什么都没有 后来几天那个猫还在门口叫 他就不敢往外看了 他就拿手机啊 通过这个猫眼拍了张照片 然后呢 这网友啊 就跟他分析他这个照片上有什么东西了 有人说啊 这个位置 有一个人影的样子 是有一个 有吗 有 我怎么感觉有点牵强 他觉得可能真的像网友说的 有什么灵魂之类的在那啊 所以他就买了罐盐撒在门口 啊 好像日本人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他就在手机上下载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啊 能够录音 而且有个独特的功能就是 当有声音的时候他才录 没有声音的时候他不录 他就把这个软件打开了之后 放在床上 晚上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 他发现这个录音机啊 录了33段录音 诶 这33段里有30段都非常的正常 但有三段呢 他明显感觉和其他30段完全不一样 叫我这样 他说有一个什么 拍打了一下的声音 吓我一跳 就像是一些电子设备会发出来的那种噪音啊 第三个声音呢 是紧接着第二个声音 这个电流音之后出现 一声拍打之后出来呃的一声对吧 不是猫的吗 不是 这个声音呢 他自己说应该是他自己发出来的声音 这个他呀 又去买了一台这个保利来相机 他呢就在家里随便拍一拍 还真就拍到一些奇怪的情况 他拍屋子里 怎么拍都很正常 但是呢 他到这个走廊里一拍 就黑的 全黑的 他讲 是不是自己的手指挡住了这个镜头啊 让他黑了 于是他一拍 用手指真的挡着拍了一张 是左边这张 一直拍到这张的时候 他就觉得太奇怪了 左边是用他的手机拍的 右边是用这个保利来相机拍的 走廊他就是黑的 然后接下来几天啊 他仍然在用他那个手机软件的记录声音 他发现每天晚上凌晨三点钟的时候 都会记录到一段 大概五分钟长的电流音 他的周五晚上睡觉的时候 这个David又出现 他就看到David拉着他的手 把他往一个这个废旧的仓库里拖 然后他拖着拖着他就惊醒了 然后他马上就洗了个澡 他洗澡的时候发现 他的胳膊上留下了一个红色的手印 过了两天他发现了另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刚才不说那种猫每天晚上会集结吗 他集结的时间越来越早 已经到了晚上十点钟了 就开始集结了 到了门前之后呢 他们就叫十五分钟 叫了十五分钟之后 他们就开始各自干各自的 每天晚上都是 有一天 就是猫刚叫完 他收到了一连串的未通知电话 他后来想 是不是有人打错电话了 接一下说一下 他就别打了 别天天打呀 太吓人了 他就接了 他一接啊 他也没说话 对面也没说话 但是他听到电话里边 传出电流的声音 就跟他晚上那个电流声是一样的 听了足足一分钟 就是电流声 然后电流声突然断了 他就听到对面好像有非常微弱的呼吸声 但是他心跳的声音啊 可能都比那呼吸声大 这个时候他就决定挂掉电话 当他刚要挂电话的时候 那边突然说了一句 哈喽 他吓了就赶紧把电话挂了 他说这个哈喽 并不是就是有什么疑问 或者是打招呼的声音 就是不是哈喽 也不是嗨的感觉 他说是一个非常平扁的声音 哈喽 哈喽 他说啊 他这几周遇到了这些奇怪的事情啊 每一个单独来看的话 其实都不可怕 但是如果把这些事情压缩在三周之内 每天不停地发生这些事情的话 这就很吓人 然后呢 他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 半价 不不不 他把他那个绿色的椅子移出他的卧室 啊 他把他放在厅里了 因为每次那个David都是从这个椅子出现 那不是要坐在床上 嗯 有可能啊 然后呢 他计划自己出去旅游 他记得上一次的搬家之后 David就没来了 他说他出去旅游一段时间 说不定就把这个David甩掉了 但是他去旅行啊 他就不放弃他的猫嘛 他就买了一个宠物摄像头 这宠物摄像头就是放在家里 24小时能够开着 然后用手机又能看到家里情况那种的 当天晚上 他只要有事没回家 他就把那个摄像头放在家里 这个摄像头有个特别的功能 就是如果有东西动了 他就会给你发个通知 或者有什么声音 他也可以给你发个通知 晚上11点钟的时候 他收到了一个通知 所以东西动了 椅子动了 椅子开始晃了 他不是说把椅子移出去吗 这是在庭里 这是庭 而且神奇的网友们 发现另一个动了东西 然后这一次又是这个椅子动了 所以他觉得这个椅子太危险了 他把这个椅子直接就搬到走廊上去了 然后第二天晚上 他睡觉的时候 也开着这个摄像机 这摄像机又记住一段 比较神奇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时点 就很多网友觉得他说的是真的了 因为什么 你再怎么瞎憋 你弄一些不清楚的照片 动物这个东西是不太容易操纵的 然后接了几天啊 他就做了很多的噩梦 他说比以前的噩梦 不容易操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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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易操纵 他说旅游这几天啊 他过得非常好 但是呢 旅游的最后一点 因为这有结界啊 有道理啊 他旅游的最后一天啊 他离开了这个结界 他去北海道了 看到一个让他毛骨悚然的东西 戴威再次出现在他的屋子里 但是你记不记得 他把椅子拿到外面去了 是吧 戴威出现在他另一个椅子上面 而且呢 也是慢慢的站起来 然后往他这边走 他这次呢 也是处于一个鬼压床的状态 但是呢 他说他胳膊能动 戴威慢慢往这边走 越走越近 他就非常担心戴威来杀他 所以他立刻拿起手机啊 就拍 就记录一下证据嘛 就狂拍 然后就戴威走得越近越来越近 然后他都看清戴威的脸啊 他说那个戴威脸靠近他的时候啊 突然间眼睛往上一翻 就露出白眼球 嗯 然后呢 开始往床上爬 他这吓得突然又醒 什么都没有 他就觉得 哎呀放心 他拿起手机 一看 确实拍了十几张照片 而且 终于在照片上拍到了戴威 看到没有 是不是 他觉得明明是在梦里 你知道吗 结果现实就拍到了 伴随着他拍到戴威之后啊 另一个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他住在顶层嘛 总共就两层 他总能听到房顶上有脚步声 声音不大 很可怕 哎 他就找了个长杆 到那个天窗上去了啊 他就戳那个天窗上去了 挺高的呢 啊 掉了一只小孩的鞋 嗯哼哼 于是呢 有一天他终于决定 他说我准备用相机啊 录一下我睡觉的过程 嗯 但是呢 相机录不了那么长时间 他用了一个就是 定时拍照这么多功能 当天晚上就拍到了戴威 他这个屋子里啊 是这个样子的 他在这睡觉 他的头在这 他的身体这样的 哦 然后突然间 有一张照片出来 沙滑上 躺椅上站着一个小人 然后慢慢地走到床边上来了 然后突然站在床上了 看到没有 就站在他面前 看到没有 哦 是的 哦 脑袋呀 是少了一半 对 有点发绿色的小人的感情 哦 然后最后一张 哇 这是他吗 照到了这个小人的一片头 结果这个事情啊 过去了半年左右 也就是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他的这个故事啊 被好莱坞的一个制作人看上 要给他拍成电影 这个电影制片人啊 台湾的观众还可能都认识 他是一个出生在台湾的美籍华裔 他叫林伟 有很多大家知道的大片 都是他做制作人的 比如说 魔鬼终结者第四部 2009年的电影 还有叫小丑灰魂 他专门做这种 有一点恐怖的这种感觉 惊悚 然后他就看好了这个题材 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上映了 我还是蛮期待的 那么现在有些人说 是不是这个电影公司 通过这个事情搞宣传 对呀 很有可能 但是啊 反过来说 其实可能性不大 因为 这提前一年前 然后这个人该写这个 而且这不是个什么知名的人 对不对 知名的人写就假了呀 也有道理啊 你记不记得咱们家院外的那个摄像头 拍到过一个人的手 对对对 老恐怖了啊 对呀 就是有一天我在 我在我的家你不在家 这个我在二楼在这工作 然后突然间立即狂叫 好像就是屋里进来人了或者怎么样的那种感觉 我就听见 嘎当响了一声 应该是门响 你说当你当时说是有人拽门了 对我听到那个声音就是有人拽一楼的门 拽了一声门 我就赶紧和力气冲下来 这个也没有人也没有什么人 但是我突然发现我们家那个监控摄像头的那个录像功能 他录了一段像 我就赶紧回放了他的录像 我就看到啊 摄像头在边缘的地方出现了一只手 对 一个手 他走到门前 一个手在门前 动了几下 然后这个手一消失 太可怕了 我当时看到我就吓死了 我都去报警了吗 你想想 可是有什么事 千万不要找警察 找警察 怎么死的 对 找警察 看到前两期节目 大家知道找警察 找了警察直接就死票了 对啊 太恐怖了 找警察 separation